第34集 让他们暗里焦虑不已 陈奎本冷笑两声道 事不相瞒 晚辈刚才来的路上被人跟踪 请前辈出手灭了这些鼠辈 他抬手一指 正正是银子张猪猪藏身的方向 陈奎本早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他私下里与萧百炼交一单要 乃是门中大计 船梁出去就算苏精愿意保他 他也多半会没命 他一路赶来 一路上就已经揣测过无数次对方的身份 以他练去其九层修为 在坟城只算中等 还不足以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觊觎 对方一路跟踪 分明就是冲着他这个人来的 多半是熟人 他左思右想 除了正全 他不曾得罪过什么厉害人物 正全也不会屈尊将贵来跟踪他 反正他要来见萧百炼 对方是助击初期修为 应该足以对付跟踪他的人 所以才干脆假装没发现 将人引到这里 银子张与猪猪被他指了出来 知道要糟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听萧百炼喝道 小贝滚出来 金光一闪 银子张觉得一道带着 孙寒杀气的破风之声迎面而至 他不及多想 拖着猪猪往左侧一闪 两人顿时暴露在萧百炼 与成奎本面前 成奎本没想到会是他们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当即亮出自己的法器雷火棒 往地上一顿 霹雳之声大作 一道裂痕如电光一般出现在地上 火速向两人站立的方向蔓延 所过之处土地进遍焦土 热气蒸腾 整个山谷温度竟然上升了许多 银子张随手将猪猪推到身后 手指轻轻一弹 面前一仗的地上 顿时结上厚厚的寒冰 裂痕到了这里 再也无法延伸 霹雳声骤然停顿 化作细细的滋滋声 一团团百物升起 成奎本威势十足的攻击 被这千千一指消解于无形 肖百炼在旁边见了神色一鸣 就着一下出手 他已经看出银子张的实力 同样是炼七七九层 不过却比成奎本强大太多了 可是炼七七就是再怎么强 实力跟助击七的仍是相差太多 所以他虽然吃惊 却并不觉得害怕 那边成奎本一击无功 当机立断教导 晚辈不是此人的对手 请萧前辈出手 萧百炼看上去年轻 实地上也有近百岁 城府甚深 被成奎本一催促 反而犹豫起来 他看得出银子张的真实年纪不大 能够有炼七七九层修为 恐怕不是一般人 杀他不难 可万一泄露风声 引来他背后的师长 后果不堪甚小 为了一个成奎本 未免太不值得了 所以他并不急于出手 小辈报上名来 萧子张 萧子张没有隐瞒自己的姓名 被人发现行迹 他颇有几分懊恼 自己果然还是缺少经验 至于面前这个铸鸡七高手 他不但不怕 反而颇跃跃欲试 昨日在天宫方门前 遇到那个无理取闹的小屁孩时 他就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与铸鸡七修饰有多大差距 他进入炼七七九层 已经有大半年 他没有再急于求成 反而静下心来 巩固修为提升战力 有猪猪用灵草灵兽烹饪的美食 加上最近这几个月 几乎可以拿上等单要当饭吃 连师傅游千任都曾经感叹过 他的修为已经无比接近筑机器 只差最后临门一脚 甚至有可能达到 无需筑机单就突破境界成功筑机的变态程度 他迫切需要与真正的筑机器修饰放手一战 就算今日没撞上肖百炼 他回到圣治派也会请筑机器的前辈对战一场 肖百炼听了银子章的名字 脸色微变 几个月前 他就听说圣治派圆英祖师游千任 新收了一名兵系单银根的天才弟子 看这少年的年纪与所用手段 十之八九就是他 为了一个成魁本 与圆英修饰结下死仇 未免太不值得 成魁本打量他的神情 也猜到他的想法 心中焦急 眼珠子乱转思考对策 银子章与朱朱是一定不能放走的 不提往日仇怨 他私下里卖给统帐派的这些丹药 不少是往日从英镑封三房里苛扣所得 还有部分是他私下替统帐派炼制的 这件事传出去就是背叛师们 怎么都是一个死字 无论如何必须要想办法 让肖百炼杀了这两个伙胎 他咬咬牙 干脆坦白道 这小子是我派云英祖师 尤千任新收的入室弟子 与我有私缘 肖前辈只要助我杀了他 我便改头统帐派门下 绝不反悔 肖百炼看了他一眼没吭声 成魁本眼看着就要进入二品炼丹师 尤其他年纪不大 日后前途无可限量 统帐派最缺这样的人才 可是还不值得为了他与圣治派撕破裂 把尤千任这个圆英七修士往死里得罪 成魁本继续煽动道 这小子是兵夕丹林根的资质 现在二十岁和不到 已经到达练纪七九层 此刻不出去 日后必成统帐派的大患 我们手脚干净些 谁又知道他死于我们手下呢 他这句倒是说到肖百炼的仙女去了 当下肖百炼再不犹豫 看着银子章冷冷道 只怪你运气不好了 今日就把性命留在这儿吧 猪猪听了成魁本那番用心恶毒的说辞 明白这一战跑不掉了 他拉拉银子章的衣袖道 你小心些 我有八面金雀瓶 还有小猪 你不用担心我 他其实怕得要命 他也听过其他师兄弟说起练气七与助击七的差别 等闲十个练气七九层修饰 对上一个哪怕是同辈中最废的助击七初期修饰 也是有去无回的 可是他不能在这个时候露出害怕没用的样子 增现银子章的负担 一旦银子章败了 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心无旁骛全力出手 说不定两人还有一线生机 银子章回头一笑 亮出波云梭 将猪猪推了进去 哼道 蠢猪 老实待着去 谁又空担心你 师父果然有先见之明 波云梭飞行速度既快 又有足以抵挡助击器修饰攻击的法阵 打不过还可以跑 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的好东西 肖百炼一见波云梭 脸色十分难看 不过又同时忍不住起了贪念 猪猪看上去并无修为 从银子章将他推入波云梭的举动也说明 这个小丫头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性 只要他把银子章杀了 猪猪连驱使波云梭离开的能力都没有 到时他大可笑那这么一件中品宝器发一笔横财 他向陈奎本打了个眼色 后者马上会议 只等肖百炼与银子章交手 他就要看紧着波云梭 以防银子章逃走 一旦让他进入波云梭 自己与肖百炼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逃跑 陈奎本狠狠盯着银子章心道 你这个不止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等会儿你就知道铸鸡西修士的厉害 也幸好你狂妄自大 否则你直接用这法宝逃跑 我们很深的无可奈何了 那边肖百炼弹球速战速决 一出手便是全力以赴使出绝招 一只足有三丈长的巨长 自他身后现行 以雷霆之势向着银子章方向拍去 巨长覆盖范围甚大 最可怕的是掌影所向 银子章觉得整个人动作迟缓 沉重了十倍不止 无论向哪个方向闪躲都来不及了 陈奎本大声喝彩 巨领长好威慑 猪猪对他怒目而视 被从灵兽带放出的小猪 也跟着呼吱呼吱吐气 银子章面对眨眼极致的巨大掌影 并不慌乱 双手全力议和 一只两尺长 手臂粗的冰柱迅速凝集而成 冰柱顶端锋利尖锐 向着巨长掌心处迎了上去 巨长被冰柱猛刺 瞬间出现非常生动的抽搐 不过很快便又在恢复 卡拉一声将冰柱镇的粉碎 再次向银子章拍去 银子章也没指望冰柱 能够抵挡住巨长 他只需要一点时间 脱离巨长的攻击范围 在巨长拍下的前一刻 他显至又显躲了开去 巨长就在离他身边半尺不道的地上 轰隆一声 留下一个足有一丈多深的巨大掌印 整个山谷为之一阵 萧柏链一击受阻 再次运掌追击 这一套巨领掌虽好 可是骄号的法力也够呛 他一次制多只能使出三掌 第一掌拍空有些可惜 不过他不觉得一个练气期的修饰 能够有本事躲过后面两掌 银子章刚刚避过萧柏链一掌 第二掌接着又到眼前 这次他心里准备更足 那种越发强烈令人窒息的沉重迟缓的感觉 再次袭来时 他毫不犹豫取出一个小瓶 看也不看将里面的丹药全数吞下 本来已经迟滞的动作瞬间轻快了数倍 再次在险向还生之地逃过要命的第二掌 这次这一掌印在他身后的山壁之上 五六丈高的山壁当场被打塌了半边 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山壁上滚落 整个山谷烟尘弥漫一片狼藉 虽然落实令银子章闪躲十分狼狈 却也阻挡了肖百炼追击的步伐 肖百炼心头一震 马上猜到银子章刚才服食的十之八九 是有短时轻身加速功效的清灵丹 这种衣品丹药等级虽然低 但炼制麻烦时较短促 愿意炼制的人甚少 市面上难得一见 而银子章竟然大方的一口吞了至少十多颗 顿时抵消大部分巨灵掌造成的重力影响 使他再次逃过一劫 连续两掌落空 肖百炼心头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但是现在的情势已经骑虎难下 他一咬牙凝聚全身法力 第三掌狠狠拍出 掌影过触天地变色 杀气凛然 仿佛万钧重锤当头砸下 压灭一切生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